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计计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课本九十二页 讲到页报 前面有讲到页有重页有轻页 有影页有满页 有决定页有不决定页 还有现报 声报 后报 三种不同的页 还有所谓的果报 花报 还有余报 这三种页 这个是有关于页的大概 那我们再看九十二页 总之 页是有种种不同 但有一点是绝对相同的 就是朱页各式各样的页 在没有受报以前 就是成熟 受报之前 如果不是修正解脱 那是怎么也不会失坏 就是它会一直存在 那么有业就会有果报 就是业成熟了就会受报 那不成熟就等待成熟 那么如果一直都不成熟呢 那就一直等待 就是这样子 那么所以阿罗汉 正阿罗汉之后 它也会有一些不成熟的业 那么就不可能再受报 因为它永远不会再成熟 那已经成熟的就一定要受报 没有成熟的就再也不可能成熟 就是这样 那如果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那么它都有成熟的机会 有什么 业是相续的 比如说你造了杀业 那么你再有杀生的业 那么不断的相续 杀业 那么它就容易成熟 那所以这个就是 你断了一切烦恼 它就从此 没有成熟的业 所以就从此不会再成熟 那只有这个方法 要不然如果每一个业 都一定要成熟 那就没完没了 你就不可能得解脱了 没完没了 因为业太多了 累积的业 菩萨讲 这个业如果现前虚空都不能容纳 如果它实体化的话 既虚空不能容纳太多了 但是这里讲到 业它有这种特性 就是没有受报以前 它会一直存在 今生不受报 来生不受报 就是千千万万生 业力照样存在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甲死金百节 所造业不亡 它的文章是 甲令金百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议时 果报还寺寿 基本上它就是这个意思 甲令金百节 后来我们都习惯说 甲死千百节 甲令金百节 所作业不亡 你所造作的业 没有成为果报 有没有失欢 也不忘 因缘会议时 果报还寺寿 那么业一定是 自作业自受报 不可能爸爸造业 儿子受报 不可能儿子造业 爸爸受报 不会 那一定是自作业自受报 甲死金百节 那么我们后来都变成 甲死百千节 好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 它说 今生不受报 来生不受报 那么不管经过多久 一百节千千万万生 这个业力照样存在 只要因缘合合 就是会所报 所谓因缘合合就是成熟 因缘会议时 就是 这个因就是你所做的业 你过去所做的业 它成为种子 圆就是你现身在造同样的业力 那么他就容易成熟 现身在造业 造这样的业 那么 就因缘合合 他们成熟 那么容易成熟 成熟了就会受果报 成熟就会受报 现世报 来世报 后世报 就一定会受报 然后饮业满业 那 就会有这样 那 一个就是 他没有受报之前 他不会消失 那受报了之后 当然就会消失 但是就是 这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 他一定要成熟才会受报 不成熟不会受报 有几个方法 让他不成熟 第一个 不再造 过去造的 还没成熟的 不要再造了 就不会成熟 第二个 已经造了 忏悔 减轻他的力道 只有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忏悔 忏悔其实就包括认错改过 悔就是不再造 不要再造这种业 对于已经造作的业 感到心里不安 感到惭愧 这种可以让未成熟的业 就势力更弱 那不再造 就不让他因缘再成熟 就算已经要 就算一定会成熟的业 也会因为这样而减轻 种业轻松 是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 所以他这里讲到 千千万万症 业力照样存在 只要英典和还是受报 其实就是这个气 贾令心百姓 所作业不忘 英典和一时 果报还自受 其实就是这个气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三面水餐 北传佛教很喜欢拜餐 拜餐是有意义的 有道理的 因为难言覆底众生 那么举心贡献 不非是业 不非是罪 就喜欢炸恶劣 喜欢犯罪 那么所以 唱尾是有效的 但是唱尾的重点 要弄清醒 不是你跟着念 跟着拜 就会唱的 并不是这样子 那三面水餐是 就是中国国家 比较常见的 就是三面水餐 就是说三面水餐 池杯三面水餐 另外一个叫梁王堡餐 那么这个都是 我们比较常见的餐 梁王堡餐和三面水餐 那三面水餐的原型 我们来看 它是 三面水餐是 悟达国师做的 那 这个 他说 西汉的时候 因原央的重伤 而杀害了朝措 原央所做的杀业 叫他杀 一直没有受报 一直到 后生为悟达国师时 那已经是晚唐了 那悟达国师因贪婪成乡座 二月才赶报 而换人变昌 那么这个传说 表示着业力不失坏的意思 这个我们要大概讲一下 就是西汉 西汉东汉 西延前大概 就是悟达国师那个年代 在西延前 大概200年到100年 西汉到东汉之间 基本上是西延一四季的时代 西延前 西延前 西延初 那 这个大概 如果是朝措 朝措西延前大概200年 那原央也是差不多 那 一个是西延前150多年死掉 一个是西延前108年 那我们就讲西延前100年 那到晚唐 晚唐就是唐朝末年 大概西延800年 那这中间大概西延800年 到西延前100年 900年 中间经历过十次 十四 900年 900多年 那他这个故事是这样 西汉的时候这个朝措 那因为西汉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大概有七国就是诸侯造反 吴国 楚国 这些要造反 那 这个原央 原央建议这个汉景帝 他们大概在汉文帝汉景帝的这个名单 那 建议原央建议 汉景帝把朝措杀了 以平息 吴国跟楚国的造反 那为什么要杀朝措呢 因为朝措 当时诸侯造反 那朝措建议 建议这个汉景帝 这是中央集权 把诸侯的权力都收回来就是 要不然 给他们的权力大起来 这边反这边反 你中央就麻烦 所以他建议 他建议他为了国家 因为朝措这个人 算是 算是忠诚 那他是建议这个汉景帝 那么把权力收回来 把诸侯 诸侯的权力太大了 然后他们造反 这个围起到国家的安全 但是 这个 诸侯就更不高兴了 大概就是当时七国的诸侯 包括五国 楚国 建议 建议 尤其是原样 建议 杀这个朝措 那么朝措被杀之后 这些人 因为朝措这样建议 这些诸侯就更不爽了 建议杀这些朝措 还让诸侯袭兵 就是不造反 这个是建议 后来其他的宰相 什么样 也都这样 也都附和 而且是很残忍的 叫做腰斩 腰斩就是 从腰这边砍死 砍断 砍断 那个人还没死 那个头哪有意思 还在那边滚 那个是很残忍的 腰斩这个都是犯重罪的 才腰斩 就要这边折腾很久才会死掉 流血过多慢慢死掉 腰斩这个刑法 还有更残忍的五马分尸 好像以前什么残忍都有 腰斩也算是很残忍 一直到好像康熙豪育台制止 就一直这种刑法都有 朝措就是被腰斩的 可是腰斩了之后 照你讲 吴楚等七果应该就是不造反 一样造反 其实他也不是因为朝措的原因 这个其实也不是他斩的 其实是皇帝下令的 他是他建议的 原央建议的 所谓原央的重伤 杀害了朝措 所以叫他杀 其实真正杀的是那个筷子手 那真正下命令的是汉景帝 汉景帝下命令的也不是 也不是原央只是建议而已 但是因为这个建议 朝措知道了 就非常的忌恨 所以原央杀了 这个朝措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 原央据说每天 每天往上都看到朝措 就报仇 心里面不厌肯 就是受成鬼 一直要 就一直 那个时候就可以知道 朝措做鬼 就一直不放过他 心里面怨恨他 就怨恨 其实建议的也不只原央一个人 还有那些大臣才相 全部建议 而且还建议妖可 但是 都是朝 原央起的头 所以这个朝措 恨就恨原央一个人 照理讲 他要报仇也不只是原央一个人 但是就是原央 提议的 那当时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死了之后 这个后来原央 常常都看到朝措的鬼闻 他就很害怕 那有一天 有一天他就要去找这个占卜的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 就是怎么样消除这样的一个状况 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半路被人家杀掉 那这个可见在那一次 那一次朝措就报仇了 那之后 之后 原央他说原央所造的杀 一直没有受报 直到后生为误打国师 那据说这个原央死后 原央死后 那么都有善业 那么而且都 后来出家都慈戒 那么慈戒亲戒 那么这些鬼魂要爆他 要就是要伤害他 都没办法伤害 都没办法伤害 一直到第十四 这些鬼 时间很长 因为鬼那个怨恨心没有处 他会一直做鬼 没有办法操作 那你看 从西汉 西汉是西远前200年 一直到晚唐 晚唐是唐朝末年 就是800年 经过了1000年 那死了之后 剪掉100年 那好 那中间900年 900年一直要报复 一直等报复 一直等报复 你看那个报复的心 那不敢玩 一直等 一直等 就是一直 一直四季报复 一直四季报复 没有报复到不甘 鬼道是什么 鬼道报复的心很强 天道报恩的心很强 就是说这个人帮助过我 我一定要坦能够报 一直要报恩 一直要报恩 那鬼道不是 谁帮助过他 他没放在心上 谁伤害过他 他一直要报复 天人不是 天人也有力量 他要报复也很快 但是他不会 他只奠念着谁帮助过他 他要报道 这个不同 所以报恩的心强容易升天 报复的心强容易做破 这个更可能是个性 那时候到晚唐的时候 唐县宗唐溪宗那个时代 那悟达国师贪婪沉香重 先来讲这个悟达国师 这个悟达国师 也不是个普通人 据说十四岁 他在唐草 十四岁的时候就出家 出家做三二十岁才做笔修 那个时候就很会奖金 据说七岁的时候 这个悟达国师七岁的时候 他叫做知选悟达 知选博师 知选悟达 那唐县宗的时代 那前面是唐武宗 唐武宗慧昌法难灭火 唐朝灭火 那么之后 那唐县宗要恢复 那么就这个悟达国师学位很好 那七岁就天津就很懂 十四岁开始为这个 在宫廷为大家讲清 李桑林写了一首诗 就在称赞这个知选悟达 他说十四 他讲十四的沙咪结奖金 四诗年纪只知选 他说十四沙咪结奖金 十四沙咪 就是李桑林 李桑林是跟这个悟达国师很好 对这个悟达国师执弟子 就是任他做师傅 可见这个悟达国师不是一般的人 他说十四沙咪结奖金 十四岁的时候 就为大叔收奖金了 很会奖金 他说十四年纪只知选悟 李桑林说我在这个悟达国师奖金 十四岁这个年纪 我还是只会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瓶 就是会玩 只是会玩而已 那个时候小孩子玩而已 四诗年纪只惜品 就是我们在十四岁这个时候 还只是在玩 就像我们 如果我们讲 就是玩紫牌玩弹珠这样 什么都不会 就是这个 这是李桑林写的 也蛮有意思的 他说 沙咪说法沙满天 就是沙咪的 我跟你讲 就是沙咪说法 那些大沙满在那边听 因为他很会说 这表示他素质 他素质都出家有点慈见 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原鸦 一个怨人性那么强 要报复 一直没有办法下手 因为他慈见很好 因为他得恨也很好 得恨非常好 不再年高再信 不是借那个高 所以我们叫做年高得上 那长老 长老巨瘦 就是年纪大 瘦界的年纪大 巨德再信 就是他 他秉信 有这样的一个 你上看这个悟达国师的 那你可不可以见这个悟达国师 不是一般的人 他被这个唐宪宗封为国师 慧昌法难的时候 唐武宗又灭佛 他是信道教的 他不信佛教 这个悟达国师 那个时候已经出家了 就跟这个 跟这个道教的人辩论 还辩演 虽然唐武宗也不太认得 但是唐武宗也配得到 配服他 还是要灭佛 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很有名 那后来 后来这个唐宪宗要恢复国教 就把他找到 封他为国师 所以叫做悟达国师 悟达国师 其实是这样子 好 那 这个 他11岁出家 7岁就开始天津 11岁出家 14岁就奖金了 你看实在厉害 那 这个陈香座 一般有时候唐香座 陈香 那 这个唐宪宗 就 因为他 封他为国师 然后是他一个陈香座 比如说这个 这个座 很大高座 因为他奖金都做高座 很大 那 你看 那个是唐 陈香座 这里叫做陈香座 有的时候唐香座 就是说 你看 那个陈香座 坐过去 那个是很贵的 他陈香座 坐椅子 那个是非常高贵 一般人也没有 当他在 所以他那一种 而且他被封为国师 被封为国师 那他坐上这个陈香座的时候 这个不是唐宪宗送给他 这个是唐宪宗送给他的 唐宪宗释给他的 唐宪宗释给他的 唐宪宗释他为国师 然后 就释他一个陈香座 那他坐上去的时候 他就 那个我曼星 焦曼星就起来 这个焦曼星一起来 你看这个也很恐怖 这个焦曼星一起来 那个鬼一直跟在他旁边 就是那个陈香 西汉的鬼 西汉的鬼 等了九百年 等了一千年了 你看 西汉前两百年 西汉前一百多年 到西汉前八百多年 大概将近一千年 不到一千年 等了将近一千年 就为了暴力他 就为了暴力他 你看这样等一千年 也实在很能等 十四 一直等到 你看 一直等到他起了 你看这种 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个也没有那么罪恶啊 是不是 就是他就觉得自己很高傲而已 这有什么罪恶 有那么罪恶啊 对我们来讲 那我们罪恶不是作品 我们哪里是贪婪成乡而已 我们贪婪的东西可多了 但是因为他的怨恨心很强 非常强 所以他就找一个戏后 就潘满这个城乡座 潘满城乡座 他那个德性就比较亏损 但怨恨心就很强 这个时候就进入了 进入了 就在他的左膝盖上 形成一个人面唱 就现在也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 就真的找了 有些人面唱 有的真的还会讲话 有的讲话就比较恐怖 但是讲话不一定是听得到 他自己听得到 其他人不一定听得到 这乌达国师的可能也 所以他很听不到 但是他旁边会有声音 怎样怎样 就真的有这种东西 好 这个膝盖上就长了一个人面唱 而且还要给他东西吃 形容是这样 都是真的假的 这样听起来也是很恐怖 就真的是这样 然后他就很痛 那后来怎么好的呢 那这个又要讲到 还没得人面唱以前 这个乌达国师 他那个时候年轻 那十一岁出家 十四岁做沙咪就讲经了 然后到处参学 那参学参学就参到这个 有一次到丛林参学 那 市院里面 丛林里面都住很多人 以前的丛林都住将近一整千人 四五百人整千人 那他住的那个疗坊旁边 就有一个住家人 这个住家人叫做加诺加里 那他身上换了一种很奇怪的电 就全身都长那个农昌 他原来也没有问他 那就是他这个出家人全身 他住的那一间的隔壁 他刚才住在他的隔壁 那这个出家人全身都长那个农昌 而且流出来那个味道都很难闻 那他很痛苦 那这个乌塔罗斯去了就照料他 而且不会嫌弃他 这很多人看到了都会嫌弃 这个其实很难克服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个起蛋 那个起上身上也是展龙昌 我们是存好些嘛 要去帮忙他 可是闻到那个味道实在是没办法 就是会恶心 你觉得恶心又不好意思 真不恶心都没办法 就很习惯一些恶心 你就没办法克服 你慈悲心起来 但是那种恶心也跟得起来 后来真的没办法 那我们也会很惭愧 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克服 这个不容易克服 我有一次 还有一次我去大陆见到有一个 那个人也很渴 本来是很年轻貌美 然后去公司上班 他们公司不知道是什么 公司有什么瓦斯爆炸 他被那个火烧 烧到整个脸都扭曲变形 后来被抢救回来 照理讲 他的先生看到他 大家都年轻嘛 他还有两个儿子的样子 一个女一个 然后看到他这个型 所以说我没办法这样 天天看着影片过下去 就离婚了 你看这么可怜 脸被烧毁了 那我跟我们一个法师去看他 我一看到他我也 也觉得很恶心啊 但是我们又觉得这样很不慈悲 但是又没办法克服 我就觉得哎呀怎么 怎么这个脸这样 然后你烧到那样变形 然后扭曲 有时候 就说闻到那个味道 看到那个香 有时候我们很想起慈悲心 起不来 这个真的要很大的慈悲心 又非常大 那这个乌达国师厉害 你看看 他身上那个浓的那个味道 有时候你没办法 你靠近你闻到那个味道 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受不了了 你看 有些人就没办法 像有时候这部分 我们还很难克服 慈悲心要过大才有办法 就是你可以不在意这个 那这个乌达国师啊 你看也不是他的母亲 也不是他的父亲 也不是他的儿子 也不是他的亲人 就一个不认识的人 一般人不容易 这乌达国师就细心的帮他照料 把他除弄啊 除藏啊 那种药啊 一般人哪有办法 这要很长的时间 就这样把这个 把这个人治好 把这个法师治好 这个法师要走之前 就是治好的时候 要走之前 就跟他讲 他叫做加诺加 那如果你以后 他就跟他说他 你记得 如果你以后 有什么问题 你就到哪里 到蜀地啊 九龙山哪里 去找我 我就跟他讲 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啊 还年轻啊 有什么问题 还不定做博士 你去和你 就跟他讲 你来找我 那边有两棵松树 你认住那两棵松树 你来找我 一般我们也不会想到那么多嘛 然后你知道 你又为什么要 那这个是 这个可怜 也是阿罗汉来的啦 那是叫 后来就叫做加尊者 是三面水上 我感觉很多人 都有拜过三面水上 就是一个圣者来的 他就告诉他 他已经看到他的英文 你以后 你以后 你有什么问题 你来找我 我可以帮 因为他帮他这样 所以你说你就是这样 其实你帮别人 其实是帮到自己 然后这个 过了不久 就 他开始 越来越5年了 经历了很多年之后 那么 试给他一个城乡宝座 那长了人面畅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痛苦 他在想起 他之前照顾的一个比丘 他告诉他 可以去找他 他才去找他 找了他之后 他就跟他讲 反正跟他说了一下 然后就 就叫他去 那个水里面洗掉 这个给他敷 他敷了 叫他去把他那个东西洗掉 那要洗之前 就哪一个声音 所以这个 能绵长就跟他讲 你先不要 就告诉你 因为今天是遇到这个尊者 来说 我就放了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 你为什么要受这个痛苦 就开始讲 西汉的时候 因为他读过很多书 这些历史书 他都是读过的 那 这些就是 你就是当时的 你就是当时的原谅 我就是被杀的草丛 就是我追了你 跟着你 你投胎死了 投胎死了 他都跟着他 他知道他投胎到 你一直跟着他 一直跟着他 然后就这样 这样追了将近一千年 你看 从西汉追到晚汉 中间要将近一千年 就是为了报应 那今天他是因为 有这个德恨 然后又有这个 有这个加若加尊者 就还说起 然后就是超度他 他现在可能要去 投胎人家干嘛 要不然他还不放过他 那这整个故事就是这样 那误打故事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去根据 三密水串是根据中密的 这个圆结晶修正 是根据这本书 然后就编了一个三密水串 然后就拜餐 就中密法师的 圆结晶修正 是根据这个编的 编了一个三密水串 编了一个三密水串 那后来三密水串 基本上我们叫池编三密水串 然后跟两碗保餐 那两碗保餐是两母帝编的 不过我们现在两碗保餐 已经摻了很多东西了 摻了很多东西 那这个是两碗保餐 三密水串 是我们比较 比较常败的园部餐 那其他还有什么 净土餐啊 金刚保餐啊 什么的 那些都比较地藏餐啊 还有一个大碑餐 大概这三部 大碑餐 三密水餐 两碗保餐 大概这三部餐 是我们最常败的 好 那三密水餐的原因就是这样 就原谅杀了潮错 那我们当然尽量不要招肉业 才不会有人面仓 可是最重要的是 不要去报复 不要有那个抱怨 不要有那个怨恨心 报复的心 因为人面仓 你是人 有个人面仓 当然很痛苦 你是那个人 腿上的人面仓 更痛苦 你看 就等了九百年 就给他报复 你是人家腿上的人面仓 那更痛苦 所以那其实更痛苦 他等了九百年 那报复也报复不多 那自己也苦 所以不管怎么样 不管有谁对不起我 曾经伤害过我们 为了不让我们成为鬼道 不让我们成为人家腿上的人面仓 我们要捨去这个怨恨心 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解脱 我们自己可以解脱 你看那个很有名的 那个总统万德 他在监狱里面 他是人权律师 被关进监狱里面的时候 被那些狱卓吸入 怎么样怎么样 他后来当了总统 他都不保护 还请曾经伤害过他的狱卓 吃饭 这些 他说 我从监狱出来 我的心释放掉怨恨 我才真正从监狱里面出来 不然我的心还被关在监狱里面 怨恨就是一所监狱 那我们基本上 这一生都会遇到伤害我们的人 伙伴我们的人 障害我们的人 都会有 没有那个没有的 辩证会是普遍存在的痛苦 即使佛陀都有 有专门对付他的 提婆达多 跟外道 德雷沙算是很伟大的 也有专门对付他的 有一个人就专门对付他 专门出书修理他 专门找他的麻烦 也有啊 就是有啊 孔子也有 那个杨莫专门 专门对付他 我告诉你 贤者都免不了 何况是凡夫 那我们也有啊 那重点就是 不管是 你遇到怎么样的那种 重点 不要让自己的心有怨恨 我们尽量尽量感恩图报 而不是有仇必报 不要这样 那么可以让你提升 因为你的心转换 你跟这一些恶因恶缘 恶人的因缘 就会渐渐大 渐渐大 那你心里面 越一直怨着他 你的因缘就越来越深 生到有可能就变成一家人 或者是住在邻居啊 或者是朋友啊 同事啊 然后再来互相折磨 恶因恶缘嘛 恶业嘛 恶心嘛 就容易互相折磨 善因善缘 善业 互相成就 你心越执着什么 你那个因缘就越深 恨得越多 就越容易聚在一起 不管是恨之入骨 还是爱之入骨 基本上 因缘都很深 那你如果不想再跟这些恶人在一起 最好的方式就是 忘了他 忘了他 那当然 你如果能够成就他 那最好 像文殊福寨 十大悦 你伤害我 跟我有缘 我以后有能力 一定先度你 那当然 那这个是更厉害 但我们做不了 一般慈悲 没有到那个地步的话 没办法 你伤害我越深 我就要利益你越大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所以这个心发不来 就是说 你伤害我 但是 我为了不要再跟你结缘 我不奠记着你 不奠记着你对我的伤害 不奠记着你 不奠记着我要 我要讨回来 不奠记着你 要不然 要不然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你未来在伤害他 他在奠记着你 他现在伤害你 你奠记着他 要伤害他 要报复你 你报复了他 他也忘记他曾经伤害过你 他只记得你伤害他 那因为又要伤害你 就是要没完没了 他不会记得说 是因为我之前先对不起你 所以你对不起我是应该的 是因为我先伤害你 所以你伤害我是应该的 绝对不会这样想 就算知道 我骂了你在骂我 他绝对不会说 因为说 因为我之前骂你 所以你骂我是应该的 所以我不恨你不会 他会只记得你骂他 他不会记得他自己骂过你 就算他知道 他也不觉得他骂你是错的 所以人就是这样 就越一越相伴 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 一个民主跟一个民主 一个家庭跟一个家庭 一个人跟一个人 一定要是这样 就没完没了 没有没有 那佛教最好的方法就是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有能力帮助他离苦 他一旦离了苦 你跟他的因缘就转变 你跟他的恶因恶言会转变 他也不会有报复的心 帮助他成就最好 如果没有办法 那我们不要跟他纠缠 重点是心不要纠缠 心一旦纠缠 那个因缘就会不断纠缠 那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很多人不知道 也不要讲什么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三年不晚 不要报仇 最好的就是要报恩 要不报仇 好 那这个是业力不失坏 那你看他只是一念交曼 但是一念善心也有可能 就改变业了 一念善心也会改变业 一念恶心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是因为他怨恨太强 饥饿一千年的怨恨 那一般一个交曼心也不至于 也不至于这么样的奇才 是因为他的怨恨心太强 饥饿十四的怨恨难开 所以才会这样 好 他说随月报善恶 随这个善月恶月 有善报恶报 古去常流转 随重莫随喜 莫富随意念 这个随重随喜随念 这个是饮业 人家往生六道 这三个重要的原因 由业往后游 心进五香传 好 那么 这里讲到 正见有前生有后世 四种正见 有业有报 正见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有前生有后世 另外一个是有凡有胜 好 这里是讲到 就把业报跟正见结合 正见有前生有后世 业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福报 时间会到 那么 基本上 不是现世座 就现世报 不业 那很多人 就会觉得 那不是善有三报 恶有恶报吗 为什么那个恶人 那么想说 那个善人就那么 那么凄苦 凄凉 善恶在哪里 因果在哪里 夜报在哪里 那我们如果看到 恶有恶报 我们就说老天有言 那看到那个 恶没有恶报 那我们就会说老天无言 就这样嘛 就你讲的 就讲这个道理 那因为你要知道 因果是通三世的 不是现世座 就现世报 不是 那我们都希望看到现世报 不是 不是所有的业都现世报 那过去有造三业 你不能够说 因为他这次造二业 那他这次善业就怎么样 就不做报 没有 他三业已经成熟了 你不能够因为 他都没有在赚钱 都在花钱 那他过去存在依然有钱 你不让他领啊 不能这样 那他过去存的啊 他要领他 你就要让他领啊 这是他的钱啊 那你不能说 他都没有在工作 都只是花钱 不能让他领钱 不行 他现在都造二业 没有说 可是他过去造了 很大的三业 成熟了 三业要先说 你不能说 那你看到的只是 他每天都在花钱 每天 每天都不赚钱 怎么会只有钱可以领 不公平 这不是 你要知道他过去存在多钱 那一样啊 三业要领是怎样 可是一般的人 又不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 心里面就会觉得 就正讲的天道文字 老天无言 我们来看 善恶有报 多数人是能信受的 那东方的文化 他比较有讲善恶业报 那即使是奴家的也一样 奴家的不讲云伟 但是也讲业报的 但是业报的观念不太一样 西方人就比较没有 西方人比较没有 欧美西方那些都比较没有 他们认为这个善恶业报都是上帝的 上帝的神力使来的 他说多数人是能信受的 相信 而且接受的 但有些人只信 他信的一报 献业献报 现在照业 现在受报 不信后事 可是行善作恶 献报的只是少数 那个献事报的是少数 什么业会献事报 然后中业 中业才比较限制到 那我们现在所承受的报 都是过去的变成熟 那除非非常重的 就好像说你吃东西 吃了不好的东西马上肚子通 那这个是那个东西非常不好 那其他的都是累积 累积到最后身体才产生变化的 比如说你抽烟 你不会抽一根烟肺就不好 不会 喝酒 你不会说喝一杯酒 肝就不好 肝就硬不好 也不会 你也不会说吃一个冰染 口腔就病变 口得口腔感 不会 那都是累积的 累积到一个层次才产生病变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的东西也是这样 那你如果说吃了 那稍微拉肚子 或是吃了 然后马上拉肚子 那就是层次的不一样 那很少很少是 比如说你运动 你不可能运动一次 身体就马上变健康 没有 要常常运动身体才变健康 这是要累积 上二月都是累积来的 除非 除非 那个叶是很重的叶 就马上看到改变 吃药也是这样 渐渐恢复的 吃药那个药很厉害 马上就马上好了 那这个是很少的 那叶也是这样 那么现报的只是少数 多数 多数都是后报 来事报 后事报 前面有讲 报有三种 现报 生报 后报 我们叫做现事报 来事报 后事报 那大部分的叶都是后事报 现事报的非常少 像这个提宝达都 这个五文件罪 那个还重罪 才有现事报 那所以因为看不到 大部分的人看不到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就错觉为天道无知 这个我们比较少知道 我们看到的都是天道无私 天道无亲 为与善人 天道无亲 天道无私 这里讲天道无知 天道无知 天道无知就是我们讲的老天无言 给这样的好人受这样的苦 给这样的坏人想这样的苦 这老天无言 就是听到无知的意思 因为我们觉得上天 赏 赏 赏 罚 恶 那这里讲的天道去就是我们的因果 上天有一个天地 赏 赏 罚 恶 惩罚那一些造恶 然后奖赏 奖赏那一些行善 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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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谢谢 所以他讲 所以他讲 错觉为天道无知 那么这个天道无知有两个故事 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 邓伯道邓忧 这个记载里面 庆诸里面记载 邓伯道 博道无耳 博道无耳 他说邓优 他说博道无耳 博道无耳 天道无知 那这个是什么故事呢 他说这个邓博道 那么认知府 那么因为在东晋的时代 那食乐 食乐的乱 食乐之乱 食乐食府 那作乱 然后他们就逃难 逃难在过程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逃难 他带的妻子 带他儿子 还有带他弟弟的儿子 这是他的子子 带他的子子 那么他很有名的就是 因为他两个儿子 他没有办法 第一个食物不够 第二个逃难也不便宜 所以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保全他的儿子 跟他的子子 两个都一起带走 没办法 一定只能带一个 所以他就弃掉他的儿子 保留 所以他就弃止全职 就非常有名的 就弃止全职 放弃他自己的儿子 然后保全他的子子 所以这个人非常 而且他非常孝顺 这个动国道这个人 第一个他非常孝顺 他互如死了 好像当他手上就手都要紧 九年的样子 然后他 他做支付的时候 又是一个非常 对百姓非常的好的好官 所以这个人 就是我们叫做贤人 然后逃难的时候 保存他的子子 然后放弃他的儿子 弃止全职 所以后来 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的太太 因为他的儿子死掉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再生 因为这样没办法再生 反正就很多姻缘 就阴错阳差 就怎么样都没有儿子 后来他又又娶了一个妾 照理讲 因为没有儿子这件事 对中国人来讲 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 就断了一个女后会 断了香火 以前的人常常讲 不孝有杀 如厚为大 没有厚大 就对不起祖宗 所以这件比较严重的事 所以他后来又再娶一个 但是那一个后来 他发现是 但是跟他有亲戚关系 后来他就退掉 因为没有再娶 就是后来就终身不再娶 那么世间的人 因为他这个人非常好 更优这个人 你看他甚至有忠义 然后有孝顺 就是我们讲忠孝仁爱 这种人 这种人 竟然老天无言 天高无知 竟然没有给他有后代 没有后代 这原事是很原作的 所以就会觉得 不是说战有上报 恶有恶报吗 这个更不到这个人 那么大的一个善人 对百姓好 对兄弟好 对父母好 那这种人 怎么可以让他没有后代 老天无言 天高无知 天高无知 就是我们平常说 老天无言 上这因果在哪里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是禁书里面 另外一个是安世全书的 安世全书里面记载 江苏有一个人姓安 这个姓安的人 他的工作就是送师 就是帮人家打官司 送师 就是通常在帮人家打官司 但是他打官司很不好 像我知道有一些 我们这边有些是什么律师 也很不好 法官律师 也律师 这个人 这个人明明不对 那个人是受害者 他就为那个加害人辩论 辩论到那个受害者 那个受害者 权益都没有 那个加害者 那个加害者 反而没有罪 那个受害者反而有罪 那这个很不好 叫缺德 缺德的人 有没有缺德的佛报 有的是现世报 看你的报 那这个宋司就是这样 他就是 都是做这种事 就 因为那些做坏的人 大部分是有权有势的人 他只要拿了一些钱 拿了一些 就是他的私有 然后给你多一点钱 这坏人也被讲成好人 好人也被讲成坏人 那没办法 因为他很会打官司 都打赢 这就我们现在的社会 有点常见 有点常见 那善良的人 第一个 他不知道 他不会打官司 他也不知道 所以常常 其实就是司法这一部分 那么一直以来 所以像包勋天这一种 大家先说我们就是这样 这很难 这很难 那这个宋司就是这样 就是专门 做出所不好的就是 那后来 他开始生了儿子 生了儿子的人 他就有一种时候 要七一点阴等 就开始会学好 很多人是这样 以前没有儿子的时候 只想要赚钱 那有一个儿子想说 要给儿子留一点阴等 就开始 开始不做这种事 这个心理的宋司 就不做这种事 就不帮忙 就不再 不再为非作改 就是替这些恶人 那么伤害这些善良 就不再 就开始改过之心 就是了 结果没有多久 他这个儿子 他的儿子叫做尹明廷 这个里面有记长 他爸爸不知道 这个什么 就没有人不知道 他的儿子叫做尹明廷 这个儿子突然之间得了一种病 眼睛看不见 他花了很多钱都治不好 后来他想说 这个我做好事没有好报 所以他就不再做好事了 又回顾到以前 又跟以前一样 只要你钱给我 我去帮你打官司 帮你打赢 又开始做这些不好的事 这样没多久 他开始不信英国 我已经要改过之亲 我要做善事 结果我的儿子这样 我不做善事还不会 我一做善事就变成这样 我哪里要做善事 他就不信这个 然后就说 就 就 就开始 又开始帮人家打官司 而且是 就是帮那些幼稚园打官司 没有多久一年后 他的儿子眼睛好了 这种事情 他就觉得 说有因果有散热 不真不真 就是天道无知 他看见你就跟人家讲 天道无知 天道无知 说人家算看的 那他到哪有 你看成人 谁怎样怎样 你看那些人 做天饭歌的 就是一般我们讲 好人不长寿 恶人 恶人反而是长寿有什么好 所以 他就 他就讲到 这个是 就是说 这些天道无知 那后来他的儿子 就越来越好 中了禁事 他就越发现说 这个 善灭因果的事 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 我以前做不好的时候 没有关于什么事 我一做好 儿子也不好 我钱也没赚那么多 现在我反而就跟以前一样 我儿子眼睛又好了 然后又中禁事 又搬官 那个时候中禁事 好像是做 一般都做支付啊 做什么 那就有个官可以做 他们全家就要去 全家就要去聘任 比如说去做 比如说哪一线的县长 他全家要带去做 半路就全家都被杀了 就这样 你看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是不是有因果 肯定是有 但是因果不是县市报的 那因为 因为 他这个做善事 他已经改变他的因果了 所以他原来要报的就可以不报 就赛翁斯 胭脂非腐 眼睛瞎掉 就是免掉他全家 会被杀的灾难 但是他不知道 他以为这样反而没有因果 所以他搞不清楚这种东西 所以后来你就讲 不是天道无知 是你无知因果 是你无知啦 就是你对因果不明 不明因果 你不了解因果的到底是这样 所以 各位老师讲 那么 你没有看到县市报 你就会怀疑 错觉以为 天道无知 就是 说有因果 我们常常讲 因果 因果昭章 昭就是明版 然后显现出来 很非常的明显 那么 这个 报应不爽 不爽就是没有差别 谁照的谁就说报 一定会有 因果昭章 报应不少 这是我们常说的 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 也不一定 所以就说天道无知 有些人只信善恶业的报在子孙 这是中国早期的观念 他是说 必有余切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谁会听到就是我的天意 那这个是《易经》里面讲的话 《易经》里面说到积善之家 就是你常常行善的这个人家 一定会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 常常会有一些好事发生在于人家 积不善之家 造恶的人 常常会有一些灾难降在于人家 必有余秧 那么中国人谈英字的 英字就是英德 我们讲积善德 积善德 那就是默默行善的德行 叫做英字 那么中国谈英字的 大字不出此两者 就云云中的 这些善恶业 就积善之家 必有一切 不知世间尽多是富贤子不孝 富不贤而此孝 就是父亲做好 儿子不一定好 儿子做好 父亲也不一定好 那或是儿子做不好 父亲做不好 儿子不一定不好 父亲做好 儿子也不一定好 讲这个 孟子里面有说到 他明显地说到说 这个 丹诸不孝 谣之子亦不孝 他讲到这个 不孝就是不孝不孝 不孝不孝 跟他父亲不一样 都是不孝他父亲 丹诸不孝 丹诸不孝 就是不孝 那么颜诸是姚的儿子 姚子 姚是什么 姚是圣人 姚舜与康文明作功 顺 顺的儿子叫商君 那么有一种说法 就是正统历史的说法是 姚因为他的儿子不像 就比较没有那么闲人 所以他就上岸 就是把位子传给顺 顺的儿子也没有那么闲人 所以他就把位子传给欲 所以叫做善浪正字 那语之后你就传给他儿子了 就开始第一个朝代叫夏 就开始是父传史 变成这种制度 那以前都不是 以前是传给闲人的人 那因为姚的儿子单诸 是不像 就是没有那么闲人 不急 就是没有他们没有力 姚顺都是圣王 可是他的儿子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都不像 父贤 父亲是贤 子 姚的儿子是单诸 顺的儿子是商君 子都不像 这是父贤子不像 父不贤子孝 那也很清楚 父不贤 顺 父不贤子孝 我们来看父亲 父不贤子孝 这个是父贤子孝 那父不贤子孝 就是 父不贤子孝就是很贤人 但是这是子孝 子贤不是子孝 子贤 这贤 贤就是过之 跟任哲讲 不孝就是不贤 贤就是过之 超过他的父亲 有过之的不贤 这是不贤 不贤他的父亲 超过他的父亲 父不贤 而子贤 父不孝 应该是父不贤 是不孝子孝 不孝子孝 不孝子孝 可是他不孝是不孝的意思是不孝 他不孝谁呢 所以应该是父不孝 和子孝 那没关系 他原文是这样 因为不孝就是不孝 不孝他父亲 那父亲不孝什么 不孝不孝他父亲 然后人不可能不孝他儿子 所以这个父不孝 你知道这个意思就奇怪 比较奇怪 但是我就是说父不贤 而子贤 那这个就是孝 孝的父亲是谁 谷守 这个孝也很有意思 孝的父亲是谷守 就谷是 谷是 我看谷是怎么形 孝的父亲是谷守 我眼睛看不见 谷目 一下是谷目 所以这个父亲是谷守 这守是老文的意思 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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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是谁 母亲是沃冬 其实这个是他的后母 这是他的后母 还有个弟弟叫做向 还有个父弟叫做向 这个是他们的家族 他谷守是怎么样 他这里叫做父丸母银 父丸母银 父丸母银 地奥 父丸 丸烈母 父亲 这个是父亲 这个是母亲 母亲是 母亲是奸诈的 叫做银 是这样写的 你看 父丸母银 父丸母银 你看 弟弟是向 是很 你什么 奥 奥 这里的意思 就是心不好 心地不好 拜堵 这个隐是 隐的意思是奸诈 但是这个是他后母 不是他的生母 他们一起父亲母亲 亲子都联合起来要害死这个树 但是这个故事都要真的假的 他是这么记载 就是他非常的奸诈 就是对这个儿子很不好 他很疼这个弟弟 但是很不喜欢这个 因为不是他生人 那这个丸就是 一般我们讲的丸烈 就是凶丸 个性很不好 奸诈 弟弟很歹毒 也是弟也不好 欺负他 你看 他一家人只有他一个是贤人 其他都 父丸母云地奥 一样 可是他是贤人 照理来讲 就是父不是父 父亲并不好 但是 这个 这个儿子 非常好 那这个不孝就是不像他的父亲 不及他的父亲 那这个就是顺 父贤子不孝 或是说父不孝 不孝心是不孝 所以应该是父不孝 而子孝 那 他说 他说 因为你如果觉得是说 因果就是 积善之家必有一切 积善之家必有一样 那顺这一家都是不善 那为什么出了个孝子 他说 拍一顿好顺 就变成是这样 出了一个闲冷的孝 这个也很多 这个也很多 你看那个 据说贝多芬的妈妈 是没毒 而且身上是不知道自己的 他的兄弟里面很多 就是龙的 下的 那设个贝多芬 这个有不起 可是反正就是 一家人不好 不代表他就不好 一家人多好 也不代表他就好 那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意识上最有名的 刘备的意思叫阿狗 扶不起的阿狗 阿狗 其实也没那么差 但是就是说 他就比较没有那种 像刘备那样的能力 那 这种很多 这种密质非常多 如果要说积善之家必有一切 那么你的祖先 积善有积等 那么子孙就会比较好 不一定 可是大部分也会有这种情形 但不是一定的 那英国没有例外 英国照理讲是没有例外 那为什么会有例外呢 那这个其实不是 积善之家必有一切 而是说 你这一家行善 那么会感召 同样有福报的人 有德行的人 物与类聚 会来这 但是不是一定的 因为你是有姻缘的 但是他会感召同类的人 比如说 你这个 你是有福报的人 那么会感召 有福报的人 来享受福报 其实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尽多是父贤子不孝 父不孝子贤 不过不孝 意思是不孝的意思 不起的意思 所以不能讲父不孝 只有不孝子 没有不孝父 就讲父不孝很奇怪 结果不孝爸爸的儿子 不孝爸爸 而且如果没有子孙 那他的善恶业 岂不就是落空了 如果这一家没有子孙 比如说这个佛幽 这个佛道 邓幽 没有子孙 那他做那些善业 那果报不就没有了 那报在谁身上 其实都是报在自己身上 基本上都是报在自己身上 有福报的人 就是你有福报 那你会感应有福报的人 来做你的儿女 那你死了 你还会去做有福报的人的儿女 就是你带给你的福报去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果报都是报在自己身上 果报就是第一个成熟才会受报 三月就上报 二月就恶报 绝对不会差 绝对不会差 那没有马上报是还没成熟 那一定是报在自己身上 绝对不会报在别人身上 绝对不会是说 你造了二月我收报 爸爸造了二月妈妈收报 或是爸爸做了二月儿子收报 不会 但是因为你会看到 这个爸爸父母造二月 那子女也跟着收报 用的是共业 共业才会怎样 有些人只信今生到来世 不信前生 如耶稣教 耶稣教就是基督教 天主教也是这样 因为如果一般人来分 就所谓的一世教二世教三世教 讲一次人 比如说奴家 奴家只讲今生 不讲过去不讲未来 尤其身边之死 你这一生怎么把这一生做好 只讲这样 基督教不讲过去生 只是讲这一生跟未来生 这一生你做好 那你未来生你没有过去生 你是上帝创造的 你没有过去生 那你这一生做了 有下一生有来生 来生做好听上帝的话 可以升天堂 不听上帝的话你就下地狱 你的来生就是天堂跟地狱 有这一生跟有来生 这个是二世教 他们有过去生的 基督教不讲过去的 也不讲人为 基督教不讲因果不讲人为 但是讲善恶 有善有恶 但是不讲夜报的 你要让你受苦受恶 上帝决定 所以要审判了 末世的审判了 所以这个不是因 他有善有恶 但没有夜没有报 这个夜报是在 有报 报是在这个上帝的身上 就是上帝决定 上帝决定 经过上帝审判 那前提就是 你信不信上帝 信不信耶稣 然后再来就是 信耶稣 你有没有听上帝的话 听耶稣的话 那么才决定你未来 要到天堂 要到地狱 这个是只信今生以来生 就叫二世教 还有三世的 就是佛教 讲三世英国 其他的宗教很少讲三世的 讲三世的大概就是印度教 印度 中国也没有讲 中国不讲 西班就更不用讲 回教徒也不用不讲 基本上就是印度教 印度教尤其像奥义书 开始取向夜报人为的概念 那有三世夜报人为 所以大概就只有 那只有这个 印度的某些宗教有讲而已 印度也不是所有人教都有讲 印度有些宗教也不讲英国人为 六世外教里面有三世都不讲英国人为 有善而悠 但不一定有业有报 不一定 那像这个基督教 这里叫做耶稣 就把他叫做耶稣 那其实就是基督教 这虽能依此此能离二向上 听上帝的话 听耶稣的话 但不免过去是对于现身果报的万别千差 就无法说明 你就很难讲 那我为什么就像他 为什么那样 一样上帝都造的 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 把他造成那样 为什么让我生在这种痛苦的家庭 让他生在那幸福的家庭 为什么 你总是要给我一个相信的理由 这个就比较不能够让人家幸福 相信皆爽服从 所以他这里讲到 无法说明 无法使人生起合理的正性 耶稣说 身旁的是为了神 要在他身上显现权力 这个是基督教里面 大概所有的牧师都会讲这个典故 约翰福音里面的一段话 他是这么说 他是说 耶稣的门徒有一次看见一个生下来 眼睛就瞎掉 叫做生盲 眼睛瞎掉有两种 一种是先天的就是后天的 先天的就是一生下来眼睛就瞎掉 好 那他就问这个耶稣 说这个人生下来眼睛就瞎掉 那么到底是谁犯的罪 是这个人犯的罪 还是他父母犯的罪 才会让这个人眼睛瞎掉 那一般来讲是 从基督教来讲 每一个人都有罪 就是原罪 这个罪是从亚当夏娃那边来的 就是 刚开始造亚当的夏娃 就是切人类的原始 是亚当的夏娃 然后有一颗智慧之树 这个智慧之树 那个果子不能吃 交代他不能吃 结果他吃了 智慧之树 智慧的果子就有智慧 就有一点像庄子的批语 这个馄饨开撬之后 就不麻烦了 开了撬之后 这馄饨就死了 那这个 所以有原则 就叫 叫这个 他把他赶出一点点 因为吃了这个智慧的果子 你把他赶出一点点 那这个是原罪 那因为这样 人本身就有原罪 那这个 这个人 就问耶稣说 这个人眼睛就生下来瞎掉 那么是他犯了罪 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才会让他生下来就看不见 那他说 其实耶稣不能答复这个问题 其实耶稣也没有答案 他真的不能答复 从业国理论来才会办法讲 耶稣没办法答复 那中国人基本上就是说 他祖先缺了 所以才让他这样 祖先照顾业 这个人想祖先欺的 就变成这样 但是希望人也没这种概念 耶稣 就是这个人土就问他 问耶稣 是这个人犯了罪呢 要下个人 要下个人 忘记了 没关系 这个人犯了罪呢 还是他父母犯了罪 耶稣说 不是这个人犯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 但是这个人 为什么我已经下掉呢 是神 要在他身上 就是要在他身上 显示出神的作为 其实就是神要在他这个人身上 显示出他的能力 神的能力 所以才让这个人也去下掉 后来耶稣讲完的时候 就用口水 然后抹了一些东西 抹了一些泥巴 从地上拿着泥巴 吐口水抹一抹 然后抹在他的眼睛上 抹一抹之后 就叫他去把你洗掉 洗了之后 那个眼睛就看见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让这个人 在一个身上 显现出神的作为出来 就表示神的力量 神有这样的 但是老师就讲 就讲 现世中生亡的人那么多 那你只自他一个 或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 那你怎么不显现出他的力量 你要让所有的人 眼睛都看得见 但是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没有 所以你还是 所以他没有解释说 那这个人为什么 假设一切都上帝造的 那为什么这个人 身上已经消掉了 那为什么要造一个瞎眼的 让他渗透 那这个耶稣的意思是说 让他瞎眼 好让你知道上帝有能力 让他恢复他的眼界 就是因为他瞎眼 我才可以露我的这些神力 让他看得见 所以你才知道上帝的作为 神的作为 可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那其他的人呢 其他生亡的人呢 那这样也没道理啊 我就记得 我记得这个 我年七轻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好像 我小都要起明星 我忘了 那个时候有很多大学生 那个时候基督教算是 比较高级的宗教 佛教算是很明星的宗教 那是很三四十年前的东西 我五十几的嘛 十几岁的时候 四十年前的东西 那有些大学生 比如像福人大学这些 他们都会天比较起小 他们都会出来到乡下里面 起脚踏车 有的用走路 然后发那个福音 然后他遇到我 就跟我们讲 就在乡下说要清清堵 他有两种 一种就是 在教堂里面发面粉 救济 这种以前很多人都领过 其实很像他都领 你面粉啊 你饼干 一种就是他派一些大学生去传教 信上帝啊 德永生啊 那些像这样 那我就遇见一个 有两个大学生 都是女的 大学生 那时候我是小孩子 我小时候要起明星的话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就发给我 然后就我们就 就我们一家都要信上帝就是了 不好不好 那时候 我已经有看过一些基督教的书 那时候也有那个 《死照之生》 就是那种 做我们给基督教的那些 就是研究基督教的 那时候我已经在看 那我对他 因为我们都有兴趣 但是也有一些疑问 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能够解决我的几个问题 我一定信 他也很有兴趣 他就跟我说 好 那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说第一 因为基督教是这样 你死了之后就等待审判 等待审判 然后你要上天堂下地 你一直在等待审判 但是他还有一些疑问就是 你上天堂的一个先权条件是要 要什么样 要信上帝 你不信上帝 你就没有升天堂的资格 那你信上帝还不一定升天堂 你要选人 但是信上帝才有可能多有这 他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一个就是天堂 一个就是地利 他不是佛教说 你还可以做人 投胎来做人 我们做动物 升天 没有 他只有两个地方 你不是在天堂就是在地利 天堂就是什么 永远受快乐 地利就是永远受痛苦 而且一下地利就永远在地利 一上天堂就永远在天堂 他是这样的概念 我就说 你先解决我一个问题 几个问题 但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我就说 像我的爷爷 我的奶奶 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是早期的那些都是 他们根本就是信神的 但你要给他们这些信上帝的 他们一下子也不能接受 那先不要讲 先不要讲我的爸爸妈妈 我已经传福音给你了 可是我传了福音给你 你遇见这么好的福音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接受 那是你自己不接受的 这才一切有可能 对不对 那像有些我们的祖先 他那么好 比如说我们爷爷 对我那么好 他做人也很好 做人又很好 先不要讲到孔子老子 这一些很好的做人很好 照基督教来讲 孔子老子这一些 不信上帝的也不可能上个天堂 我们讲说 那你爸爸妈妈 他们不就信 那你是因为你有读书 你有读这些福音 你才知道信上帝很好 信上帝可以同学 像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种 他们没有 第一个他们一辈子 都没有人跟他们讲福音 一辈子都没有 也没有人跟他们传福音 没有人告诉他要信上帝 都没有 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要信上帝 他死了他就要下定义 这个我们怎么能够接受的 对不对 只是因为这不是他不信 是你连让他信的机会都没有 那就因为他不信 因为死了就要等待审判 而且只死一次而已 你不会 你没有投他的概念 只死一次就等待审判 审判先提就是你要信上帝 你才可以上天堂 信上帝还不一定上天堂 但是不信上帝一定不能上天堂 那这个是他们的基本概念 那我就说那像 比如说你这个大学生 你的爸爸妈妈姓上帝吗 不一定 因为你的爷爷姓上帝 你的爷爷奶奶已经往生了 他信上帝吗 他都没有机会信上帝 他连信上帝的机会都没有 你就要把他打入地域 这个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呢 那你先解决我这个问题 他听了听了 他也没办法解决他就走了 那我一下也很深刻 我就说 因为我也有读过的 我不是没有读的 可是这个让我们很没办法接受 没办法 早期他才只是有特定的 后来是扩大了才 只要信上帝都会得永生 以前没有 不是信上帝都会得永生 但是前提还是要信上帝 但是这个 这个其实就没办法解释 没办法解释 你可以说世界是上帝创造 先不要讲那上帝是谁创造 那先不要讲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这样那些没机会接触上帝教的人 没机会接触福音的人 那么他不是他不信 不是他亡民不信 是他连信的机会都没有 那他们那么多人 他们就要都要下帝 这个情而易堪 如果是我的家人 我信了上帝 我就相信上帝的话 这些不信的人要下帝 我一想到我的父母我的祖母 对我那么好都要下帝 我怎么能够接受 我没办法接受这个道理 你叫我怎么能够安心信上帝 那两个大学生对我讲一讲 他也认识在那里 可能没有人问过他这种话 还要走了 这个是我以前 因为我其实很早 我就一直在找这种宗教的道理 那我觉得这样道理说不过去 所以耶稣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你说你让这个眼睛忙的人看不见 那其他忙的人呢 你在他身上显现出神的作为 那其他人呢 你怎么不让他每一个人都可以护原 每一个人受苦的人都可以离苦得乐 那上帝只在这个人作为 不在那个人作为 那这样怎么说得过去呢 那他刚好遇见你了 那没遇见你的呢 那上帝在他身上显出什么作为 当然你也可以有其他的说法 可是这样总是觉得说不过去 所以个人作业 各体自己造的业 那这个就是很合理了 那他能不能改变 可以 他也可以一个自己改变 还是可以改变的 每一个人都有改变业力的能力 都可以 不是靠上帝的 不是靠佛统的 也不是靠天的 就靠自己 业是自己造的 也是自己消的 你只要知道方法就可以了 所以 所以导师才说 其实耶稣 并不能答复这种问题 因为现实世界中 身满着很多人 你怎么不一个一个把它造好 那么所以不但要有正见善恶业报 还要进一步对于前生后世 有坚定的细节 就是业果是通三四 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先要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你不要造了恶业 以为在造善业 比如说杀很多猪 杀很多痒 然后寄天 明明在造恶业 你还以为在造善业 那这种 那然后你以为造了很多善业 为什么我奉献了那么多结果 我短命多病 你照杀眼你不知道 所以要先知道有善有恶 那要知道所有的善业 跟所有的恶业 都会对你未来 现在或未来产生影响 就是有业 一定会有影响 果报 果报 如果他没有 还没有受过报 他一定都一直存在 有业 有报 如果成熟就会受报 假使百千斤 就是 就是纵食清百节 所作业不晚 那么果报成熟 业成熟就会受报 不管是善业二业 不管是善业无业 我们照过很多善业 为什么没有 你没有成熟 所以你无业在照善业 善业成熟他就会受报 那个人照那么多二业 为什么不受苦 还没成熟 所以善业上不报 胃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间会到 就很简单的一句话 实际上 英国就是这样子 所以 对前生后世 要有坚定的细节 发生正线 就是要升起正线 正线最重要的是 正线英国 众生造作了种种的业 善业 恶业 饮业 满业 生报业 后报业 现报后报 随着这样的业力 而感到来生的果报 善业 其报在善去的人间天上 恶业 就报在恶去的地狱 旁生恶鬼 旁生就是畜生 地狱生恶鬼 仁天总云为五趣 那 众生从无始以来 就随着业力的善恶 藏在这五趣中流转 一生一生的延续不移 就不断的流转 不断的流转 不断的流转 去是去下 那么众生叫做素取去 一次又一次的在五趣中流转 叫素取去 古特邪流就是素取去 众生叫古特邪流 它的意思就是素取去 就五趣或是六趣 一次一次的在五趣中流转 那么由此五类 所以名五趣 天人定义恶果出生 那么如果加上阿修罗 阿修罗就是飞天 也飞人 飞天飞人 它有一点像天 但是不是天 那就变成六道 原来都是讲五道 经文后来也有讲五道 也有讲六道 我们说过是独子部 就布汉里面的独子部 特别把阿修罗 特别令律一道 后来就很多都讲六道 我们习惯讲六道融合 但是也有讲五道 也有讲五趣六趣 那么道就是去的别意 大小圣经论中 莫说五趣 莫说六趣 阿修罗多住在大海中 鬼数不多 所以如设在鬼去或旁生去 就何为五趣 一般是设在鬼去 所以有些讲四二道 有些把阿修罗 成为善道 像我们习惯三二道三善道 阿修罗在善道里面 南朝人的基本上就四二道 两善道 阿修罗在二道里面 阿修罗比较贵在二道 但是他有一个福报 他有比较大的 像鬼也有福报的 像城王爷土地公 他也有福报的 你说他是鬼道 但是他又不是恶鬼 他又不是恶鬼 他也是有福报的 那你说城王爷土地公 这种要贵在善罩恶道 还是恶道 还是恶道 那阿修罗呢 基本上一般也贵在恶道 他就类似像这样 他有一些力量 有一些未得力 但是他还是就是不如人 流转就是轮回 这不是说五去生成 前生后生有着一定的次序 是说上生后下墜 转来转去 总之不出这五去的范围 不是说你天然后人阿修罗这样转 不是 这个不照次序的 有时候天直接剁三恶道 有时候恶道直接升天 但是地义没有办法直接升 他是这样子 三恶道 我们说果报里面有果报 花报鱼报 那基本上地义 如果你落地义的话 你很难从地义直接出来做 比较困难 如果在地义的话 那地义还有分 大地义 尤真地义 中间的还有小地义 尤真地义就是大地义受完之后 要经过尤真四地义 尤真地义 四个 这是中型的地义 然后晚了之后再进小地义 他受很多的困 那如果你在大地义里面 比如说像无间地义 他没有办法直接 无间地义完直接出来 很少很少 不太有 不太有可能 在地义里面直接上来做人 那是很可能 比如说他大地义 地义里面有大地义 然后中型的尤真地义 就是经过大地义 一定会在 一定要进到这尤真地义 四尤真地义 他有四个 这个有八含八的有十六个 然后有无数的小地义 小地义 那你只要进了大地义 八含八的大地义 他不可能地义完的直接出来 多畜生多人没办法 那要进尤真地义 尤真地义以后进小地义 小地义完之后 再畜生道或恶鬼道不一定 恶鬼道或畜生道 然后完了之后再来做人 那人里面还有余报 比如说你杀生业重的 就短病多病 还有余报 还有余报 那恶鬼有直接做人的 畜生也直接做人的 人也可能要畜生道 但恶鬼道 直接到第一道 但定义 定义不太可能直接做人 很难 但不是完全不可能 就是比较难直接做人 因为他有余报 我们讲还有荧报 我们讲还有荧报 那所以比较难 那天 天基本上大部分都下来都做人 因为他还有善业 但是也有了天直接做畜生的 那比较少非常少 天这些多天的比较少非常少 几乎没有 那也不能讲完全没有 但是比较少 那基本上就这六道 不一定跳来跳去不一定 那大部分做人的不多 畜生跟恶鬼最多 畜生跟恶鬼最多 那畜生道要转做人 要很久很久 他要先经过恶鬼道 或是说要转做人 也不容易 那直接升天就难了 三二道要直接升天就难 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讲这个不是造次第的 是说在这个五道里面 轮回流转 不是说我天人阿修罗第一 恶鬼畜生天人 不是这样说 不是 是跳来跳去不一定 但是天跳来做人的多 人生天的不多 人在做人的老实讲也不多 人做鬼做畜生的多 那这些畜生非常多 鬼非常多 那这些鬼受完了又回来做人 也有很多 大概就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以金生来说 造作的业多得难以计算 先不要讲我们不知道的 就我们知道造的业就不得了 就太多了 多得难以计算 所以普贤普斯道说 这个业如果能够显现 既虚空不得很好 就是这样 太多了 而过去生中未了的业力 又积压到身上 那现在又很多 所以叫做前业未清 后业又来 前债还没有完 后债又增加 这样的越来越多 如今生死了 到底哪一种业遭受后报 这是不能确定的 到底我们现在受的果报 是现世人业 是前生的业 还是多生以前的业 不知道 现在我们生的病 到底是我昨天吃东西吃错了 还是我一个礼拜前 还是我几年前受的伤 现在复发很难讲 有的伤 二十年后才开始痛起来 这是很难说的 那像有些是之前被打到 那没有医好 那现在老了 开始痛 开始痛 这个是二十几年前的旧伤复发 就有些很难说了 业也是这样 业也是这样 到底是哪一种业遭受后报 就不能确定 他说不出三大类 可有三种类 那这三大类也是人要往生之前的 随重随喜 随心念 我们来讲 他说有随重的 或造作重大的善业 或造作重大的恶业 重大的恶业就是五名建业 那五名建业里面都是沙业多 沙父沙母沙阿罗汉沙佛 沙佛是出火争取 你沙不了佛嘛 但是你要沙佛 另外一个是破合合生 那都是沙业 你看沙业比较重 沙业容易现实道 沙业 那业力异常强大 无论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 重业一直占有优越的地位 守者先迁 重者先受 哪一个重哪一个先受放 你同时有升天的业 同时也有过低的业 过低的业比较重 过低的业先受 所以为什么那个造五无间业的 灵命中念佛 他可以不多无间 因为他本来要过低的 可是他过去的善业也非常强大 所以他只要再增加他的善业 让他的善业超过二业 比二业还重 他就先做善业 其实是这样的 靠这个理论 假设你过去生没有造重大的善业 你很难在灵命中念佛时生 你就可以不多无间业 不太可 但是你因为你过去一生中造很大的善业 那这一生虽然造很大的二业 可是善业也很强大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善业大过二业 还是二业大过善业 那你因为差不多差不多 你灵命中一念是善业 那善业就会差不多 其实原理是这样 那你如果不是说每一个人 你造无间业 灵命中念佛都可以 那没有 我告诉你没有 是没有 所以这个是看越来越重 那你过去生积很大的善业 才有办法 就好像刚才讲的乌达古斯 他造了那么大的恶业 引起那一个人那么怨恨 积了一千年的怨恨 可是他造了很大的善业 救了一个尊者 然后他那么细心服侍那个人 那所以就能够怎么样 能够转 才在那个一面间才能够转 才有办法积乐转 师傅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新闻是 一个孝主他照顾父母亲 父母亲就是身体就是受疾病很痛 然后他好像是杀 杀了父母还怎么样 我也要解决父母亲的痛 那个要怎么办 你是说他未来有什么业吗 还是他是做什么报 他要看 他如果是杀父母要恶心 杀业引悦 对 那个又不一样 如果是一般五无间业就是恶心 你说恶心出火生血 恶心要恶心 恶心 因为恶心有一个很重大的前提 是以恶业为主 就是他不是看行为 他是看你的心 比如说出火生血有两个 一个是提婆大多 一个是奇婆 奇婆为什么出火生血 因为佛被那个牧师赤到 他一定要把佛的 佛的这个脚趾头划开 把那个字凑出来 因为这样出火生血 善心出火生血升天 提婆大多是恶心出火生血 下第一 不一样 那如果是这个孝子 他如果真的是因为孝顺 他不想母亲受这样的苦 他这个不是恶心 他虽然也杀父杀母 但不是恶心杀父杀母 所以不算五无间卷 不算五无间卷 那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父母 变成植物人 或是变成很痛苦 那么他像之前那个什么 傅达人不是去什么安乐死 那假设不是他自己决定 而是他的儿子让他决定 那么他从某个理论来讲 也叫杀父杀母 就是他不能决定 他让儿子女儿帮他决定 不忍心在见他做这么重的苦 那他基本上表面上看起来是杀父杀母 但是他不是恶心 所以他不行成无间卷 基本上是这样 还要看发心 还要看发心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业力异常强大 仲业一直占有优越的地位 就是以仲业为主 那么一直到灵命中 莫见地域 莫见天堂 那就是业相线权 那有些叫做定义相线 就是那种不好的相线权 那如果升天的基本上都是好像 升天的大部分是好像 但是好像不一定升天 就是说升天的都会见好像 但见好像的不一定升天 因为有一些 你像地上君讲的 有一些会 他你的习惯性不好 他线好像 让你染嘴 一染嘴上心 然后就剁三味道 也就是这样 那基本上要看是什么样的好像 好 那这一个 他说 那月相线权是上升或下坠的征兆 接着莫善莫恶的重业 启用而决定召感未来的果报 第二个 或有随喜的 既没有重大的恶业 也没有重大的善业 就平平静静的过了一生 那一般人很多人是这样的 没有重大的恶业 也没有重大的善业 那你说怎么可能造重大的恶业 做重大的善业也有啊 有些人造了重大的恶业 后来一直弥补造重大的善业 有些人造了重大的善业之后 有权力之后 有权力之后 开始造重大的恶业 你看那个我们讲 你这么讲 那个随扬帝 还没做国王的时候 还没做皇帝的时候 那造很多的善业 贡养治者大师啊 杜森啊 剑士啊 就非常多 做皇帝之后 为了要做皇帝 就杀死了他爸爸 随伟帝 然后又造了很多大的恶业 像武则天 为了做皇后造了很多的恶业 你看那么参业 然后刚上了 一旦刚上到皇后 又造很大的善业 这个大恶大善就是这种的 也很多了 权力越大福报越大的 越容易造大的善业 那一般的人 就算你杀人 你要杀一千个人 都很难啊 一辈子要杀 杀到一百个人都很难啊 可是你要是有大的福 权力啊 不是杀一百个人啊 就是你杀一万个人 一百万个人都可能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一般的人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善大恶 小善小恶 那么这一生中 没有显著的状怨 那这些小善小恶 都不足以马上受报成熟 但所做的善恶业 不断的照做状态下 对于母类的善业恶业 所以养成一种习惯性 也就很有力量 随夜随喜 随重随喜 就习惯性 到了临命中的时候 那种习惯了的业力 惯喜的业力 自然起用而决定遭感来自一个国报 因为你没有中二业 但是你又一定要受报 所以就以你的习惯力受报 所以养成良好的习惯 戒就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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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习惯 那才让你不够到 从前大名长者 大名就是磨喉 磨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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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本来在磨喉家做卑女 然后因为波士逆王要四种的一个公主 嫁给他 那磨喉就派他家的卑女 就墨孕夫人 然后假装是他的 假装是他的女儿嫁给他 那有点像我们的和亲 唐朝文从公子西藏和亲 那像这样 那这个磨喉 有些叫四种磨喉 有些叫四磨喉 有些叫四磨喉 有些经典是叫做四磨喉 其实这四种的磨喉 四加种的 那其实是磨 他翻译 其实是磨喉 那有些就直接叫四磨喉 四种磨喉 就四加组的 四加组的大磨喉喉 他翻译就是大磨 你就是大 你就是你 他问佛 他说我平时念佛 不施正念 就佛陀教他平时要念佛念法念神 他就叫这样 要保持正念 他说我平常都有听佛的话 保持正念 可是有时候在十字街头 人又多相马越多 他说 如果 因为那个时候 街道很烦烦 车来来往往 他们的车磨是向车马车这样 跑得很快 忽然之间如果发生车祸 这些人 马 像 撞到我 我在那个时候 怎么可能还会有正念呢 我会慌张 会恐怖 会害怕 这个时候就会失去正念 就忘记念佛念法念神 我们后来就 雅琴念 其中紧张的时候就念佛 有些人不会 有些人紧张了 念他儿子的名字 念他妈妈的名字 好像就不一定 那 他说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正念了 那个时候假设就这样死掉了 因为没有正念 我会不会就落落 佛觉就跟他讲 这不会的 因为你平时念佛 养成心向佛的习惯 这个时候 当在死的时候 就是失去正念而死 你也是会升天 为什么 第一个习惯 第一个习惯 他就给他举一个例子 他说 因为业力强大 不一定与心相应 当下的心没有正念 可是你的习惯 你的心力 业力是有力量的 他说像大树向东南而长大 一旦剧断了 自然会向东南倒 东南的方向倒 这个经文的原来是说 就好像树向东方长 如果有一天 倒下来 巨断了倒下来 他也会向东方倒下来 因为习惯 习惯向东方长 所以天天都这样 有一天倒下地震洪水 或怎么样 他一定往东倒 因为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自然就是往东倒 所以他讲 子二行善 人造重大的善业 当然很好 但是如果没有造重大的善业 平时的都是向上 念佛 心向上 养成善业的习惯 临终自然 业力会向上 所以你不用担心 担心 我灵命中没有人住面 灵心中没有人帮我操作 没有人帮我做好会 不是 先靠我的业力 靠我的业力 你养成习惯 一天做一天做 天天都念好的 所以我们说 不管谁伤害你 不要 不要天天想着不好的事 不好的人 不要天天想着好的事 好的人 习惯了 我告诉你 就算是 没有人来帮你住面 就算是 你的死亡 因为夜报的原因 并不是那么好 你都还是会省天 因为你的业力 就会让你省天 你的习惯的业力 一般人很少做重大的散热业 不太容易 像我们有没有造什么重大的散热业 你们应该也都没有 就不太容易造重大 像无间这一种 一般人是不太会造的 不容易造重大的散热业 所以一般都是要靠习惯 靠习惯 那习惯是可以养着的 每天 比如说你一个月 受两次法官加线 受一次法官加线 你有持戒的习惯 或者不杀生戒 这些 你参加法会 等等也常常有送信念佛的习惯 你不要小看这样 一次 两次 一年 两年 这个习惯你提起来 它就形成一种很重大的业力 在你离命中的时候 它就引导你 就引导你 会到好的地方去 不会到不好的地方 第三个 假设你也没有这种好习惯 也没有特别不好的习惯 那或有随意念的 就灵命中的时候 你的念头就很重要 那如果你都没有 还要靠灵命中那一念 那其实很可怜的 还要靠灵命中呢 就帮你助念 它就表示你平常没有这些好习惯 那平常有好习惯 即使都没有人理你 你还是会升天 因为你会靠你的力量 所以经文里面其实有讲 还跟摩托兰讲 这个人假设死的时候 算账被火烧 然后丢到这个总监 然后慢慢烂掉 化而灰尘 这个人因为他长时间的心都是善恋 他不管他死的情况是怎么凄惨 没有人管或是怎么样 这个人都会升天 这个人都会升天 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人 那所以 像佛教主 如果你信了佛之后 你长时间的相信因果 然后行善去恶 长时间的 当然还是会洗淡兰 但是因为你行善的力量大过 洗淡兰的 招恶的力量 所以你就养成一种善业 都是在比较大于恶业的状态下 你都不用担心 真的 你不用担心 那么决定因果如是 要相信 所以你看那个苏东坡才会讲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但我肯定会到好的地方去 因为他看到他检点他的一生 所以我们医生要死的时候 就会像放电影一样 这医生所造的力量 都会像放电影一样放过 你接触 你如果你的善业就多 你就不断起善心 偶尔起不恶心而已 如果你的恶业很多 你看到你这一生 你就开始气口慌 就这样 你命中你都会看最后一场电影 是你自己演的 不然是这样 你一辈子至少会看一次 云命中那个时候看一次 而且是你自己演的 那个时候你的善心恶心 就在这个时候所决定 你要知道 你就知道 那我们都有善有恶 很少很少只有善没有恶 我检点我的一生也是一样 有善有恶 可是我们这样努力努力努力 至少我们有信心 我们善比恶多 善比恶多 那就不用担心了 你就不用担心 你不用老师先远路好 我走的时候要帮我祝念 不用担心这里 真的 就算没有人帮你祝念 就算你是意外 就算你是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都会到好的地方去 你还有这个信心 那时间才很长 所以我们要怎么演 当然我们不可能 时时刻刻都演好人 都存好心 都做好事 其实没那么好 没那么容易 因为烦恼起来 还是有时候会有恶心中的事 还是会有 但是他毕竟因为我们的学佛 我们有因果观念 他毕竟是少数 他不是没有咀嚼亲重的力量 这个我们就是 学佛的好处就是在这里 你要记得 延命中你都会看最后一场电影 是你自己演的 好 所以 身前没有重大散恶约 也不曾照做习惯性的散恶约 到延命中时 恍恍惚惚 因为没有重大恶约 如果你重大恶约 就会有 就会有好的境界线前 如果有重大的恶约 就会有不好的境界线前 就会这样 如果你要升天 天人会来接你 如果你要过轨道 也有一些轨道众生会来接你 就要非常平常的 你这个善热也不重 那么有一些鬼都会化成你的倦主 其实不是 他会变成你的倦主来来接你 你就跟他走 你就多如轨道了 就算他倦主了 你平常信什么 那你平常做什么 相应什么 那就会有那些人 但是如果你有做善业 或是他的倦主为他做善业 但他的善业多了 这个可能就改变了 就改变了 所以冰冰状的时候 那么 倦主为他做善业 就还没死 但是快要弥留 那个时候 如果你的善业也不定 那倦主为他多造一些善业 对他还是有工作 但是我们要有 平常我们就要为自己做了 我们不要等待别人做 那个都太不可靠了 他要跟你做不跟你做 你交代儿子交代孙子 要做什么告诉你 我听见很多人都这样 死的时候要帮我做什么 他是很难度电 他不一定照你的报告 最好就是你知道你先自己做 那个是最好的 好 那因为他没有重大的善业 也没有习惯业 所以临命中的时候 就不定 不定就会进入一种恍惚状态 就迷迷糊 恍惚乎乎 大有不知何往的情形 那如果有重大的善业就不会 他已经有善进 或是重大的善业就有不好的进现形 这个时候你就 你因为你还不晓得到比较去难 你的夜口还不决定 就散热不定的时代 那这时候很多就是 就是恍恍惚惚这个阶段 迷迷糊惚这个阶段 那么到最后的时候 呼和意念善邪 忽然之间意念善 所以注念这个时候就有效 忽然之间想起你的善业 所以你如果遇见人往生 刚往生或临命中的时候 你去一定要提醒他 你做过什么善事 因为我常常去跟人家讲这个 很多人就会全部去 一定 第一个你要了解他的一生 那么 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好的 哪一些不好的 他担忧什么 他挂爱什么 大概都知道 他这一生做过些什么善事 他的儿子怎么样 大概知道 然后不断鼓励他善的部分 哎呀你这一生辛苦 寒心如苦 然后养了这些痴女 每个都很有成就 你这个常常帮助邻居 人家旁边没降雨 你就去给他 即使一点显小善事 你就要拿出来讲 这个时候能够提升他的善心 那如果是你自己的父母亲 也是要这样 父母亲啊 你这一生要怎么样 一定要讲他的善事 让他这个时候提起善心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 你不要讲他很过爱的东西啊 你不要 因为这个时候 他的心念念什么固定 如果你自己习惯就念了 那别人对你影响不大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 没有 一般人有些人这样 所以你要提起他的善念 就专门讲他好的这一步 你有受见啊 你不简单啊 有个儿子出家啦 你自己学佛啦 反正你讲这些 就常常提起他的善念 这个时候他意念善 就会跟他过去中的善念结合 那么这个善念就形成足道分量 这个很重要 如果他有一些关爱 就去掉他的关爱 你不用担心 这个儿子我们帮你照顾 或者说你要怎么样 我就去讲 让他去掉他的关爱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 你会不会讲 如果这个人 他凭着没有重大的善惑 那谁去跟他开示的 这个就很重要 开示什么就很重要 因为那个时候是影响他亲人 就是一个人不知道走哪一条路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人 他就会跟那个人 那他已经知道了 你谁叫他讲 他已经知道哪一条路 他那个就不影响 可是他就在慌张的时候 很害怕的时候 一个人出现 那个人就会决定 所以灵命中 那个开示很努力 就是对你善恶不定的人 那如果富有意念深浅的恶行 就能够引发恶怨的堕落 也没有什么善恶 但是他就很恨那个人 很气那个儿子 那结果你就讲那个儿子 他的恶念就生起来了 那个人来了 这恶念就生起来了 就会这样 就会因为这样堕落 引念的称心就堕落 那个前提是他没有习惯怨 也没有重大的善恶怨 那么灵命中这谁 引起他什么样的善恶怨 就很有影响怨 因为那一面就比较强大的力量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先了解这个人的一生 如果他有信仰的话 那就比较容易好一点 如果没有 或是信仰也不深 那个时候你怎么讲 或什么人 会引起他什么样的善恶心手 这个就很重要 他很讨厌的人 这个时候绝对不要出现 他很喜欢很挂念的人 这个时候出现 然后就劝他 他基本上就容易了 就容易了 那这个是一种 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去跟一个 以前就是灵命中的人开导 那么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提起他的善念 讲他的善事 那么如果他有一些挂爱 要让他尽量放下这些挂爱 那这是重点 然后给他一个方向 如果没有特别的 那就叫他往生西方 告诉他极乐世界的殊胜 那么净土的殊胜 你到那里 你个人的殊胜 让他申请这个信心愿望 然后他才比较容易放下 然后申请他的善念 但是告诉他 你能够在灵命中 能够知道这个 你是有善根的 有福德的 你要掌握这个机会 然后你有了力量 你再来的时候 你可以帮助 你想帮助的谁 那个时候你就有力量了 你现在就没力量 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赶快念火 然后我自己 可能就是类似提醒他这样 看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重点就是 就是让他生起善法 让他生起信心 让他生起希望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文法这一段讲完 所以 对这种人 灵命中的意念非常重要 这种人就很重要 很需要助念 帮助他提起正念 不是我们去帮助他念佛 没有办法 我们念引导他跟正念 然后帮助他提起正念 那么这个不是去念佛就好 要跟他开始 一定要跟他开始 然后告诉他道理 告诉他方法 然后他 然后才来 让他安心之后 叫他好好念佛 是这样子 那么通常都会有很好的作用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当然临终时 最好能为他说法 你看 先为他说法 然后再带他念佛 那这里说为他念佛 其实是带他念佛 你不可能为谁念 带他念 因为你念的时候 他会跟着你念 大概在那个氛围里面 引导他念佛 那么最重要要先说法 不能够省掉说法 这个东西 而且一定要说法 让他生起信心 生起希望 生起善念 这个很重要 然后说起他生前的善行 让他意念善行 引发善业来赶果 净土中的临终尊念 也就是这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你掌握了 我告诉你 你不一定要出家 你在家也可以出家 重点是你引导他 这个很重要 我们自己的眷属 也有可能父母会这样 你这个时候你都很重要 你把这个道理记起来 到哪里你都可以用 可以帮助别人 你自己做这样的善事 你未来也会累积 这个人如果生到天上 他一定会感恩你 他一定会在天上护念你 真的 真的 那你帮助的人越多 你的福报度越大 护念你的人就越多 那不过这是随念的 如随重随喜 你命中业力大 重业与喜业是恶的 很难使他意念善 绑络失窃等功能 那么这一类的人也不少 但是如果你本身自己有重业或习惯业 善业 其实有没有助念 对你来讲也没有差 有助念更好 没助念 你也不会多恶道 你也不用担心 所以学佛修行到底是平时要紧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个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 这种观念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观念要清楚 大家合掌一下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大 各位基督